爱情中的界线和个人空间是维持一段健康关系的重要元素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能够让伴侣彼此尊重和理解 避免因过度依赖或占有欲而产生的矛盾 理解和设立爱情中的界线并尊重彼此的个人空间 不仅有助于巩固感情基础 也能让每个人在关系中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首先界线是指在关系中彼此尊重的底线和规则 是确保伴侣双方在互动时感到安全与被尊重的重要原则 界线有助于划清个人与伴侣之间的差异 使每一方能够在关系中感受到自己的需求 情感和权益被认可 比如在感情中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习惯和生活方式 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个人的界线 当伴侣了解并尊重这些界线时 双方才能在相处中感到被理解和接纳 而不是被强迫去改变自己 这样的互动模式有助于避免无谓的争执 让双方能够更加坦诚的沟通 从而深化彼此的情感连结 个人空间则是指在亲密关系中 保留给自己的一部分时间活动和心灵空间 这并不意味住远离或逃避伴侣 而是为了确保在亲密关系中不失去自我 继续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并保持对自我成长的追求 许多人在恋爱中容易迷失自我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对方身上 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 甚至可能对伴侣产生过高的依赖感 然而适当的个人空间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 提升自信并且在爱情中更具吸引力 这种自信和独立性不仅能够增进彼此的相处质量 还能让伴侣更加珍惜与彼此共度的时光 要维持爱情中的界限和个人空间沟通是关键 伴侣双方需要能够开成布公地讨论各自的需求 期望和界限并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 找出最适合彼此的相处方式 这种沟通不仅有助于避免误解和冲突 也能够让双方更深刻地了解彼此 从而建立起更牢固的信任和情感连结 举例来说当一方需要独处时 能够坦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而另一方则应尊重并理解这个需求 这样才能避免在关系中产生压力和矛盾 然而许多人往往因为害怕 失去伴侣而难以设立界限 或者因为害怕孤独而不愿意给予对方个人空间 这样的行为不仅会使关系变得沉重 还可能让彼此感到压力和窒息 进而影响爱情的质量 事实上爱情并非占有而是一种彼此滋养的关系 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和个人空间 才能让爱情更加长久且健康 在爱情中我们需要明白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有着各自的梦想追求和生活节奏 爱情不应该是一个将两个人和并成一体的过程 而是两个完整的个体相互陪伴成长和支持的旅程 因此设立界限并尊重个人空间 能够让我们在关系中保持清醒和理性 避免因过度依赖而失去自我 从而更好地享受爱情的美好 最后爱情中的界限和个人空间 其实是一种对爱的表达方式 当我们能够尊重伴侣的界限 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 这不仅是一种对他们的爱与尊重 也是对自己的爱与尊重 透过维持界限和个人空间 我们可以让自己在爱情中保持平衡 让伴侣感受到我们的信任和尊重 从而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加稳固成熟和有深度 总而言之爱情中的界限和个人空间 是维持一段健康而长久关系的关键 它们让我们能够在关系中保持自我 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以更加真诚和成熟的方式去爱对方 尊重界限保留个人空间 这不仅是一种对伴侣的关爱 更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爱情中找到真正的幸福与满足